在昨天的调解中 我们认识了一对来自四川的二婚夫妻 他们结缘于网络 刘女士看中陈先生能给她安稳的生活 陈先生看中刘女士能跟她好好过日子 彼此情投意合在一起 结婚后 陈先生全心全意为刘女士和妓女付出 不料换来的却是刘女士对她的处处算计 不仅瞒着她偷偷转账 我在手机里面的我一万块钱 我回来一看没了 在她突发脑梗抢救时 刘女士竟分文未出 她有钱她不拿出来 一分钱不花 自认为被利用的陈先生坚决要求离婚 我说去就是离婚的 然而面对陈先生的控诉 刘女士却矢口否认 她声称这全是丈夫对她的污蔑 陈先生才是婚姻中那个心机深重的人 在今天的节目里 刘女士爆料 丈夫离婚的真实原因 其实是不想还她娘家人的钱 一只口口声声喊着付出最多的陈先生 怎么会道歉刘女士家人的钱 伴随着调解的深入 我们将看到 刘女士毫不留情地揭开陈先生虚伪的真面目 欺骗 房子上面你说好的写名字 你干嘛又老是变卦呀 如果说我说过那个话天大内皮 利用 我跟你结婚 你每一次工程都是在我弟弟那里借钱 那说白了的话你就是在利用我呀 背叛 我又回来在家里就看到袜子上 有一个长头发 不是你的吗 肯定不是我的呀 但是他就普遍于乱 正当他们互相指责和抱怨的时候 陈先生的小儿子突然打来电话 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我感觉他挺好的呀 我有时候他发 要人家想他都挺好的呀 你一直喊他妈妈是吗 小儿子的连线 会给这段双方都不看好的婚姻 带来新的转机吗 在利用核算计的背后 两人之间是否还残存着一丝真情 欢迎继续收看金牌调解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 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继续 我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他谈了条件 他说你到我那里来住好吧 我也已经买到有房了 只是没装修 我说我在我这个城市住惯了 不愿意去 我说那么我们在这边共同买一个房子 好吧 他说我一个人在哪里都可以住 后来他想得不对 他说我那边还是在我这边住吧 我说在你那边住 是你买的房子 到时候要是你儿子长大了 说不要我住 那不是就没得住了 他说那怎么可能 我就提出了要求的 我说那你这样 你必须房子上面 给我写上我的名字 我不要你的房子 但是必须要我有一个安全感 我说以后房子还是属于给你儿子的 我都这样跟他承诺了的 他说行吧 我们就一起了 就这样 没想到今天去办结分证 下午他就去拿他的房产证 房产证不是上面要填名字 那个人写名字的时候就问他 你的结分证呢 人家要结分证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办了结分证了 他说那是我的分钱财产 就是我一个人的 我当场也没住身 我心里一下子好像掉了个分式的 我也算了 我都想到已经办完结分证了 我也对那个问题也不是很重要的 我就等他都写上他的名字 他说那是我分钱财产 我心里很难受啊 我买房是13年买的 当时就是你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没有 没有说要给他加名字 完全没有 如果说我说过这个话 天大的一批 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说在你的房产上加一下他的名字 那个也没想到 也没有 我跟我们家儿子写了 给承诺自信真的 就是说如果我先走了 必须要跟他留一间屋来 住到死 他只有居住钱 没有所有钱 我说你说好的 以前写名字 你干嘛又老是变卦呀 他那个话是当到不知道 是当到我哪一个亲戚 是我的弟弟哪一个来说 这没有正面给我这样说 你觉得就这个事情 这样的处理方式 你满不满意 可以 心里是会不会觉得好受一些 我从我以前开始说 如果写上我的名字 我说我都不会说要他那个房子 我都跟他表明过的 尽管陈先生否认房产证加刘女士名字的承诺 但刘女士认定他就是欺骗 领证当天下午就变卦 这件事在刘女士心里就像针扎一样 好在刘女士在四川也有自己的房子 他并没有太在意 以后夫妻好好赚钱 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他没想到 陈先生的变卦会接二连三 在存钱这件事上 陈先生又故技重施 我们从结了分 办了结婚这个后 他就在我们弟弟那里就借钱 他搞工地 赚的钱呢 就背后面呢 就又收不回来钱 收不回来钱呢 他就说 你就别上班了 我们一起把那个钱去收回来 我都想到也是 做完活了 又收不到钱 还剩那么多 还有工人也要找他要钱 我说那行 我就不忙上班 我就半个月没上班 就是为那个收钱嘛 收回来的钱 收得好好的 把工人的工资出完 就有十五万 他有个妹妹的小孩 要做事 就借了两万 后来就剩十三万 十三万我就跟他两个商量 我们两个就工程款收回来 把所有的账还了 过后 我们都说得好好的 成你的名字 卡也交给你管 我不管卡 我说但是 取钱的信息 你必须留我的手机号码 他说好 我们两个一路高高兴兴 他还跑到银行里去的 就去承钱了 到了承钱的时候 就不同意了 他说 一人拿手机 要拿密码 一人拿卡 因为我在外面 组工程 要办事 要花钱 是吧 你比如说请个吃个饭 什么的 说实话 我也不敢再搁他 他说他拿着没有 你怎么办 还不止就没有了 是吧 那个卡我肯定得拿着 经济存钱的时候 肯定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过后 他把他的手机卡 银行不干了 银行说 是谁的名字 就是谁的手机号 因为他的手机号一弄上去 就是他的名字 卡跟手机号不追 肯定便不干 下来他拿着个位置就摔了 就摔出去老远了 就生气嘛 我说不是我不干 那是银行不干 有没有体会到他这个心情 因为就是原本 你跟他讲好的事情嘛 那我也没办法 银行不答应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后来既然是看到这种情况 我也就没说什么 我就去上班了 陈先生说的也许是事实 但他事后对刘女士 没有一点安慰 也没有换个方式 保障她的安全感 这令刘女士大失所望 刘女士说除了欺骗 他没想到陈先生 还会不断地利用她 没钱却要装修房子买家具 陈先生找刘女士的亲戚 下完订单后 居然打算赦账 去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没钱 没有说你去赦账 如果说你要去赦账 我肯定不去的 你没钱 你买家具 要不晚一点买 都可以 你把我放到你的什么眼里 那说白了的话 你就是在利用我 我跟你结婚 你每一次工程都是在我弟弟那里借钱 在刘女士的监督下 陈先生工程回款后 一一结清了这些欠债 但至今还有一笔买车的借款 陈先生却打算赖账了 我们的节目继续 她的车不是很好了 她说怕万一开到半头二回 走火怎么办 要不我们就放一台车了 她就叫我去看车 总共实际就发八万块钱 她已经就交了六千块钱了 定金 把那个车子订好回来了 在路上 她说 我的工程款没下来 要找他们怕要借点钱 我找谁借钱 我说你买家具我也想办法了 都已经帮你想了 你那里也欠起来 你买车又要我去想办法 借钱 后来她就自己 就去给我家里的人 就打电话 就借了四万块钱 我说你要借我 借我妈妈的钱的话 你的利息 人家成钱成的也是 明白 那个价格 只借了四万块钱 剩下钱呢怎么办 爸爸妈妈有个什么病 闪失 人家要钱 就这样 又在我儿子那里 就借了三万五 我儿子说 看到妈妈嘛 因为着急 她说既然跟她过日子 我就借给她 总共加我妈妈的 一共七万五 她说我咋把上一批工程款 接下来就还给你 她说最多在年底 到了年底以后 有没有还 没有 我媳妇就问我了 她妈妈 她那个叔叔 借我们那个钱 什么时候还呢 已经到了年底了 但没还 我们也要买房子了 工程款这个事情 当时她有没有 在年底收到 她收到九万块钱 她就跟我说 她又要垫那个 四川炉州那个工程了 我心里已经都不爽了 后来 烦了我妈妈 三万 就还剩四万五 就是说还欠你妈妈一万 对 欠你儿子三万五 对 那之后这个四万五怎么说呢 我姨子都见到无影无踪了 家里都说 她那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呢 她就怎么说呀 我爸爸那么大岁数了 我不跟她留一点钱 要还老 又说老家的房子 要去摘那个漏 我也要花几千块钱了 她就不还我们的钱了 好 从那里 我已经就醒悟了 我后来就想 这一等等系列 从我办了结婚证过后 都是在我家里借钱借钱 她搞事业 不管做什么借钱 说明 到了后来 我找她逼钱逼急了 我们就离婚吧 就老是找我离婚 我说离婚我没意见 但是你必须借别人的钱 要还 你必须要还 那个我不认口了 因为我为你付出太多了 我给她换账 给她买保险 都给她买了 你的女儿读书 我也交了几万块钱 现在你交她 我们的婚 你交她来伺候 供养我 肯定是不显示的了 对不对 我说她读书了几万块钱 就拿了给你了三万五 给你买保险的钱 你现在已经 今年他就领了六年 的保险了 已经回馈了 我说我也不多说了 说给你换账 给你执病的钱 当时夫妻有那个义务 是吧 你就把你妈的那万五 完了就完了 她不敢 她就给我耍破 陈先生打得一手好算盘 把四万五的欠款怎么还 安排得明明白白 因此 在刘女士看来 丈夫离婚的真实目的 并非是付出太多 害怕继续受伤 纯粹是因为不想还钱 除此之外 刘女士直指 在陈先生执意离婚的背后 还隐藏着另一个 不为人知 难以启齿的目的 以前她跟那些女的聊天 被我发现过后 我就跟她微信 口口就删了 删了好多次 之后她在生病的时候了 她已经在生病里 不知道人事了 那些人都把手机 就交 车钥匙什么 手机都交得给我了 那天 还包括她的衣服 那些都交得给我了 后来到了晚上 我一下就休息 躺到休息 我就看她的手机 我就又看她 是不是又在看有没有 结果我一看 就是她在生病那天 还在跟一个女的两个聊天 她说 她后来她在清醒的时候 我就问她 她就说是她的同学 还有一次过年 她就跟她同学 我在家里做饭 吃了饭 她都出去散步 她一跟她打电话 都打好几个小时 都在外面 好 就被那一次 就发现那个女的 我就给她看 她清醒了 还有她妹夫 她哥哥都在那里 我后来就离马 我说你别住身 我说你好 我说我马上 跟那个女的视频 打电话 我说你好 我说我是她的妹妹 我说她现在生病了 你应该来看看她 对方怎么说的 那个女的可能 就有一点发现了 不妙了 她说我有点远 其实那个女的 就离我们都不远 就在我们附近住得不远 后来就还打了她一巴掌的 她都哭哭地笑 夫妻只讲 她在那种生病 也不可能打她好准 后来我又回来 在家里 就看到袜子上 有一个长头发 不是你的吗 肯定不是我的 我才回来 我哪里 看她袜子 是从箱子里找出来的 我因为要拿到医院里 跟她穿袜子 我也忍了 后来我就气活了 我真的 我气得 我真的没办法 我后来 我就跟那个女的说 我说你要跟她结婚 可以 她那个车 纯粹是我跟她买带 你把她那个车钱付了 我说你可以跟她结婚 刘女士 你觉得她想要跟你离婚 是跟这个钱有关 还有个就是跟这个外面的 一些女性有关系 作为我的心理暗示的话 她是不想还我那个钱 也有那个 在外面勾勾打打的 也有那个点 但是她就普遍于乱 她又说我普遍了 妈也 你说唐头发那块 肯定是没有 你说女性聊天朋友 那块肯定有 那块只有的 就是跟人说话 比较暧昧 跟这种意思有吗 我要是叫公安局查 你的跟女的聊天记录的话 你就收不了了 你随便查 那只能这样了 你变了 你要变了 你说随便查 面对刘女士捕捉到的 蛛丝马迹和聊天实锤 陈先生还在极力否认和争执 这么多年来 刘女士忍受着欺骗和背叛 对陈先生付出良多 陈先生却依然执意离婚 这让刘女士觉得 这段婚姻再无继续的可能 就在双方决定好和好散之时 不料陈先生跟前妻所生的小儿子 突然给调解现场打来电话 电话里小儿子不仅表达了 对刘女士这个禁母的政可 还极力地劝和 那么小儿子的一番话 会给两人迷茫的婚姻 带来新的转机吗 阿姨阿姨 阿姨他在你眼里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性格的 我感觉他挺好的 挺多喝的 喝得来 在你爸爸眼里 他是觉得 他就是自私 然后可能把钱看得很重 你是这样觉得的吗 没有啊 我有时候 他把我爸 要什么样的钱 都给我的 你一直喊他妈妈是吗 嗯 然后你觉得 他就是照顾你们这一家人 包括跟你爸爸结婚以后 他做得怎么样呢 我感觉他做得很好 之前我爸不是出见了吗 他都做了 像妈妈都照顾我爸 你知道就是他们之间 就是爸爸 像他的母亲和他儿子那边 借了钱 然后现在目前 还有四万五千块钱 没有还 你爸爸呢 就觉得他不想还 然后你是怎么认为 这个事情的 我感觉应该还 他们就是 他跟人家叫我去借的 是吧 有罪有还 但就不然 对不对 嗯 他们两个现在 其实在这调解 就是已经说到 想要离婚了嘛 你希望他们将来 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应该 应该赌下去吧 反正就是 你家的 你已经 怕了 你就把电话给他 我把他说下去吧 他听着 那有点在老板 哎呀 你爸爸不是我要离婚 是你爸爸要离 我不是听了吗 然后你这样忙前忙后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多少 就是你在忙 但是你爸爸 就把我一切都忘了 嗯 明白 那谢谢你啊 拜拜 嗯 拜拜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尽管陈先生和刘女士 都认为对方 在处处利用自己 算尽自己 可是似乎他们的感情 并没有糟糕到 无药可救的地步 刘女士所有的付出 陈先生的小儿子 都看在了眼里 记在心里 他对刘女士 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亲切 然而 陈先生就像被什么 蒙住了双眼 铁了心 不想和刘女士过 也不想还欠的钱 那么 这笔四万五的欠款 陈先生到底该不该还 律师徐建荣 给出了专业的分析 陈先生 到底谁不想过 谁是真不想过 谁是假不想过 在台上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四万五 真不是离婚的核心理由 法律上先给你们分析一下 首先借款的 买车的钱 那是你们结婚后买的吧 明确告诉你 这个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用以家庭经营生活消费的 哪怕是借的 共同还 就算离了婚一人一半 关于你们的存款 你们谁都没说 谁到底有多少存款 我见过半路夫妻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 完全不沟通的 一方自出 另外一方各自偷偷地 支付自己的 那你们还叫夫妻吗 你当然没零头 就想着各自费呢 刘女士 你也上了班 也上了这么久的班 我也不相信你们有积蓄 有的时候适当地付出 也是有必要的 家庭不是哪一个人的 如果说一个完整的家 是双方共同支撑起来的 哪怕你拿个500块钱 让他看到 我这个老婆也会 给我家里也会付出 也会贡献 真的刘女士担心的居住钱 刚刚陈先生也说了 我跟我儿子也交代了 就是如果我们以后 只要我们在一起 这个居住钱 我们肯定能保障你的 陈先生不是这么回事 民法典 对居住钱有明确规定 首先居住钱 那你们要双方 签订一个书面合同 并且要到 房产登记部门去办理 居住钱登记 这样的话 居住钱是自 签订书面合同 并且到房管部门 进行登记支付期 居住钱开始设立 所以你说的那个交代 谁也没有法律保障 你既然是你们都不放心 如果你们要继续过 我建议可以这样去处理 你没钱买啥车呀 没钱又搞个什么装修 赶着过年进去 你如果没有这个能耐 那你就不要去借钱 你不知道你自己没钱 你不知道你的工程款 要等多久才能结 门心自问一下 你带他去买车的时候 带他去购物家具的时候 你有没有私心 没有私心 没有私心 天底下正常的一个男人 都知道口袋里没有钱 买不到别人的东西 那你去车行干什么 你站在他的角度 什么感受 暧昧不暧昧的事 你可以说没有 但是我得提示你 如果在这期间 你选择暧昧 你还不还账 你今天还理直气壮 坐在这儿 我就是来离婚的 那我只能告诉你 你进入任何一段 三婚四婚 和任何一个女人 去生活 你都将无法获得 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能看到多少爱和情 你就能获得 多大的幸福和能量 刘女士 如果说 你俩是合伙 在经营这段婚姻 合伙的话 那也得共同出资 就比如说 我们经营一家公司 你也得投50%的钱 我也得投50%的钱 无情谈钱 我觉得太势力 太现实 给二位最好的忠告 能不能 把各自放到天平上面 打开天窗 说点亮话 经济怎么样 情感怎么处 否则 这个婚没意义 女方在房子 没有加自己名字的时候 最后也愿意结婚 说白了 我还想观察一下 这个男人 而男方在开始的时候 是愿意为女方的女儿 去付学费的 开始并不是那么的糟糕 那么为什么会走到 你们现在的这种失望呢 第一 心存侥幸 我想说 二位当时走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把很多东西 谈清楚 谈透 谈明白 生怕错过一段良缘 这样的心态下 你们两个 其实是非常仓促的 缺乏足够的了解 和交底的情况下 进入了这段婚姻 心存侥幸 彼此都给对方埋了雷 当时房产证 后来又不加名字了 这就是我们女方 刘女士心里的一个雷 第二个原因 二位都太看重自己的无 而不看重自己的有 比方说 对方不够关心我呀 对方不够信任我呀 对方总在瞒着我呀 从儿女的连线中 我们会发现 你们两个都有 对方孩子 对自己付出的一个肯定和认同 这是不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其实很难 作为继父继母 能够在对方的孩子那 得到一声妈妈的呼唤 得到一个就是 孩子对现在这么多年 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这种有可真不是 所有再婚夫妻都有的 从来不看自己的有 然后想到的 都是那个无缺乏感恩的心 女方本来如果会感恩 就会说一句说 是她经常会接送我 我觉得的确 她在这一块很疼我 结果到了女方这里 她也就是偶尔地 接送一下你吧 接送本身就不是她的义务 男方会说 哎呀 那个你的女儿当时买衣服 是给我买了 可是那个钱是交给她妈妈手上的 有区别吗 也许她会觉得 她直接交在你手上 有点尴尬 那么我给我的妈妈 让我的妈妈 给我的爸爸买衣服 或者我把我的这个心意带到 我们就应该知道 女儿长大了 她懂得感恩了 我帮你们总结两点 第一点 如果你们打算在一起过 分两个钱袋子 一个钱袋子 叫保命的 我们是有资格说 这些钱我就不好拿出来 还有一个钱袋子 是共用的 我们说好 每个月多少 家里有什么事情 先从这里拿 意外的事情 从那个袋子里面出 后面自觉地补回去 至少要有一个原则 其实你们俩 要说真的是互相抠对方吗 算计对方吗 未必 但是都没有照顾对方的安全感 没有照顾对方那个保命的钱袋子 不断地触碰到底线 我认为双方都有 这个底线包括什么呀 包括在亲朋好友面前的为难 最关键的就是 用了钱 没说法 第二个 组合家庭也好 我觉得有个原则 不怕被利用 第二句话是 不要只利用 就是我们都在一起了 然后你有孩子 我有孩子 你有亲朋好友 我也有 所以可能会被你利用 没关系啊 我能被你利用 对的 不然你图什么跟我在一起 你有些时候要我贴点钱 有些时候要我跑腿 有些时候还要我救命呢 这种利用没关系 不要去想 哎呦 对方是不是怎样 如果我们前面那一条抓住了 就是我的保命的钱袋子 我还在我手里 我哪怕我觉得 哎呀 可能是被利用了 没关系 没有 不要触犯到我的根本 不要触犯到我的底线 不要破坏我的安全感 有一点是大家都要注意的 就是不要只利用 光利用对方 人家也难受 你再大的道理摆在那里 别人也害怕 现在你们这个年龄 都既然抱团了 就少搞分裂 有几个点看得出来 你们真有感情啊 有你是 看她生病的时候 那个着急 陈先生也有感情 对刘女士家人 老老小小都相处得很好 不容易的 所以建议两位啊 静下心来想一想 真的要分吗 把安全感找回来 说不定就找回了亲密港 多看对方的付出 少看自己的失去 才能发现彼此的真情 相互扶持地走下去 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刘女士选择了观察员徐磊 陈先生选择了廖喜玉 一起进入密室交谈 听完老师们的发言后 陈先生被问到 内心真正的决定时 他犹豫不决 离还是不离 你最后做个决定 现在我心里面 也是一场麻 我老爸95岁了 如果他担负我老爸 我出去挣钱 分开对女方来讲 是没有杀伤力的 知道吧 第一他有人力赚钱 人家一个月 可以赚到几万 但是你呢 心里有钱挂着老爸 这里心里要去赚钱 陈先生心里还是想离婚 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 他急需刘女士的帮助 密室另一边的刘女士 告诉徐磊 他不想和陈先生过了 只希望他把欠的钱还了就行 现在就是跟他离了婚 还是为好 他直接把我那个钱翻了 就算了 两个孩子都是非常肯定你们的 他们也是希望你们两个人 老来都有个伴 如果说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我支持你 就是说今天当即立断的就离婚 天天催我跟他借钱 你不仅仅向自己的母亲去借 对吧 你还向哥哥借 向儿子借 弄得你自己就很被动 你是没有改变他的 你反而去助长了他 婚姻中其实更重要的是感情 难道刘女士和陈先生 都考虑得这么现实 都不想珍惜 曾经对自己好过的人吗 经过徐磊的耐心劝解 刘女士心软了 年纪大了 遇到一个过日子的人不容易 孩子对他又很认可 他还是想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大家都不愿意过了 那么就离婚 他就还我的钱 如果说他要给我过 必须你有个承诺 密室另一边 陈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表示暂不想离婚 他希望妻子辞去北京的月嫂工作 回到四川 替他照顾好年迈的父亲 以后由他出去赚钱 从你内心来讲 你还是不想 如果说不分开 又想怎么过 你有打算吗 暂时都照顾我老爸嘛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 我得赚钱 赚钱还放贷啊 如果说妻子要照顾你的老爸 拿多少钱给家庭开销啊 我老爸每月年两千四 每个月拿八百个钱出来 那两千四里面拿出八百 这八百就是用他跟老爸 来吃饭的钱 对对对 人家这几万块钱个月 你给老八百 老爸那你拿八百 这个我不说 就是你拿多少钱 拿给这个女爸 那人家在家 你老爸你去赚钱 你赚的钱你别交给人家 那两千啦 我每个月还得花方贷 相比刘女士做月嫂的收入 陈先生能给到的生活费 十分有限 那么刘女士愿意放下 安身立命的工作 回家照料陈先生的父亲吗 廖喜玉决定 带着陈先生的想法 照刘女士聊一聊 第一他不想离婚 就是说还是好好过 他就叫我老婆 不要那么太累了 住家镇 他就说我去赚钱 我每个月拿两千块钱回家 爸爸那里 大概有八百来块钱 你愿意吗 我真的是很难决定这个问题 你个人承担不过来 比如说那好 这里有钱 那我就再请一个人 我这样想 他不是他妹妹吗 在家里 可以把这个钱给的他妹妹 第二他今天告诉我 那四万五 今年跟明年全部烦情 他说你放心 今年还要等到明年 他说因为我去打工 不是固定工资 他都说怕拿不出来 怕了 所以他把时间拖长一点 等一下我会跟他讲 我会跟他签个协议 好吧 关于照顾父亲和还钱 最终协议上会如何约定 刘女士会答应陈先生的要求吗 重回调解现场 我们一起揭晓 好 密室环节回来 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的决定 两个人拟了一份协议书 自愿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同意暂不离婚 给彼此半年的磨合期 双方承诺相互尊重 互相关心 共同过好今后的生活 第二点 男方父亲因年迈行动不便 需要照顾 男女双方因工作原因 无法亲自照顾男方的父亲 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同意由家庭支出一万元 请男方兄弟姐妹负责照顾父亲 女方自愿积极协助 对男方父亲进行照料 第三点 男方承诺 最晚于2024年年底 还清女方娘家 及女方儿子的借款 共计4.5万元 两个人对这份协议没有意义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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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他们就是缺少沟通 说是 以后多沟通吧 赶帮日子过好就行了 我也感受到你以前对我的好 包括就说平常啊 家里啊炒菜啊 那些啊 做出来的菜啊 你都要先给我加加 但是你的脾气 必须要改 我也会多和你沟通 行行 不管家庭以后怎么样 我们都要多沟通 行 必须不能按照一个人的 那个意见去做事 那就我们把最后的建议都用一本书的形式送给二位 好 这本书呢 麻烦两位回去之后看一下 谢谢 提点精神 没事 过去的就当一个 过去的就过去了 加油啊 谢谢 谢谢 婚姻随时可能崩塌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陈先生和刘女士能够放下防备 修复感情 重建信任 用爱和温暖 为他们所期待的幸福婚姻 天砖加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